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今天受到封面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 许多地方都明显变天 尤其北台湾高温的降幅非常明显 比起昨天降了10度只有18度左右 至于中南部地区也跌了3到5度 来到25到27度 不过这样变天的时期其实不是太长 到了明天之后就会天气回稳咯 但清晨依旧偏冷 而东半部地区虽然水气变少 但依旧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发生 接着我们偷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开始东北季风持续的减弱 各地的水气减少 但是因为大环境的风上是吹偏东南风 因封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 依旧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发生 但其他地区都是维持一个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而到了晚上之后呢 降雨状况又会更加的趋缓下来 而温度方面 明天北台湾的温度也会显著的回升 白天高温又来到25度左右 至于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落在26到28度 感受上一样是很舒适温暖的 另外要提醒大家 虽然呢明天白天的天气是回稳 但是在清晨的时候呢 因为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之下 温度依旧偏低 甚至会比今天感受还要冷 低温是落在12到16度中间 所以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依旧要做好保暖工作了 而这样稳定的天气形态呢 会一路的持续到下个礼拜三 主要降雨还是以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 零星雨势为主 其他地区呢回归到了一个晴朗 稳定舒适的天气形态 尤其西半部地区还会逐步回温哦 北部地区高温是上看30度 中南部地区还可以来到32度 感受上是相当的温暖 可是呢到了下个礼拜四 又由于波风面接近 并且通过到时候又会变天了 主要影响的呢还是以迎风面的桃园一北 以及东半部地区将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雨势 而因为水气偏多的关系呢 中南部地区的山区降雨几率也会再度的提升 最后小丁宁就要提醒大家了 明年清晨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温度偏低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另外呢白天之后就会持续的回暖了 请注意温差 而东半部地区呢持续会有水气 就会下起零星雨 外出还是带把伞比较保险咯 接着我们偷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各地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先来关心到的是北部地区 基隆15到23度 台北新北落在15到26度中间 桃园14到24度 新竹苗栗12到22度 也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但要留意清晨的时候呢 局部地区是依旧偏冷的 中部地区台中14到25度 彰化14到23度 南投14到25度 云林嘉义落在14到25度中间 也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但是日夜温差也会偏大 南部地区台南16到25度 高雄17到25度 屏东17到28度 虽然也是多云道晴 但是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 再来关心到的是东部地区 宜兰16到23度 花莲17到24度 台东18到25度 水气变少 但整天依旧会有一些局部的 零星雨事发生 外岛地区 连璋9到14度 金门11到18度 澎湖15到20度 也是东云道晴的好天气 接下来一周天气 带大家来了解了 明天开始天气会渐渐回稳 一路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二 各地都是放晴 而且温暖舒适的天气形态 要等到下个礼拜四 封面接近并且通过之后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才会再度变天 锁定台式气象 每天陪你一起聊天气 感谢观看